来看看新闻网 武林大会总决赛上 孙丽登台现场 印花小短裙的色彩斑斓 在偌大的舞台和强烈的灯光下 显得极具存在感 那一刻的孙丽仿佛迈着甄嬛的步子 唯唯而来 气场全开 这套造型确实很让人眼前意料 打个分数的话 要达到85到90分 就首先从单品来看 这件衣服上面是有丰富的色彩晕染 孙丽是比较白皙的那种 所以她完全可以撑得起这件衣服的感觉 衣服本身不会把人的风头给抢掉 你的身材恢复得很棒 真的吗 好快哦 谢谢鼓励 长后付出的新身份 加上风头无二的作品角色 这样好到不能再好的局面 给了孙丽十足的底气 迅速恢复身材不过是手段 选对衣服 并且从装发到搭配 全体跟上 才是好心情 好眼光的后继勃发 这件衣服非常的有设计感 可以看到它有几处不对称设计 包括它有肩的部分 其实戴一点点袖子 可以把它的手臂线条 修饰得很好 就单肩的服装来说 其实它要比一般的抹胸裙 更能让人看上去比较鲜瘦 眉红高跟鞋和孔雀蓝丝袜的撞色 有人说想起了王妃 其实孙丽对时尚造型的用心 从出道开始就昭然若肌了 只是定格到今天的成功 还是走过了一条慢慢进阶路 其实很多人对于孙丽刚出道时的这个造型 记忆很模糊 原因就出在她的着装是没有标识度的 就是她是没有贴上自己一个专属标签的 我们可以就是在现在再来翻看 她之前的一个造型 随便从自己衣橱里面拿出一件 随便搭一个围巾就这样出门了 就头发也是凌乱的 也是没有弄过的 她在04年参加我们新上大典的时候 其实着装还蛮吓人的 就是可以让所有的看客心里 涌现一个OS说 这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穿呢 一件小肚兜 下面搭配了一条短裙 但是却穿了一双非常厚重的靴子 长靴 另外头发又是非常凌乱的 不管从刘海来说 还是她盘发的部分 都是凌乱的一塌糊涂 其实肚兜这样的元素 在我们中国人的常规的一个理念当中 是属于内衣款式的 张子怡之前在参加一个 外国的颁奖典礼红台上面 选择的一个肚兜 传达一个概念 是我选择的一套 有中国元素的一个单品 那孙力是在出席一个 中国本土的一个颁奖典礼的红台上 同样选择了肚兜的元素 那作为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看来 就会觉得这件是有内衣外穿 并且是穿得不好的一个衔衣 肚兜时装化甚至隆重化 实话说到现在也没有很成功的范例 孙力事业上顺风顺水 稳步上升 对于自身形象 风格的多样化探索 其实不可避免 她有点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时髦元素 就看得出来 她是有这股精神在的 那可惜大多数给人的印象就是 除了她一个精致的五官以外 着妆完全是属于那种 扔进人群里 再也拎不出来的那种例子 她也不懂任何的配饰搭配 她甚至还没有注意到 头发的发型的一个重要性 长发的孙力清纯青春 但怎么捣翅都是一个漂亮的 小白领的层次 直到2010年 一看颜形象就焕然一新 从她变成短发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有像时尚界 进军的感觉 我觉得短发确实要比长发更适合她 因为她也是属于比较清爽 比较大咧咧的那种女孩 虽然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但是骨子里有一种北方女孩的爽朗 短发对她来说是更加符合她本身气质的 她甚至已经开始尝试一些比较先锋的 比较前卫的一些元素 闪光面料 金属质地 就是有一些未来感 未来女战士的那种小洋装的感觉的单品 剪了短发的孙力 整体造型虽然还是有起有福 但时不时就会来一次小经验 我觉得孙力尝试这种时尚造型 最初跳的一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会觉得她好美的 就是在某时尚休闲品牌 一次新品发布会上 非常普通的黑色T恤 下面搭配了一件 有一些些设计感的 裙摆会比较凌乱的一个短裙 这套衣服可以很好地体现 它的一个优点 身材的一个优点 包括把它的手臂或者是腰部 小小有坠肉的地方遮掩住 而把它修长的双腿露出来了 我比较喜欢穿短裤的裙 对 因为我认为她的腿上 比较好看一点 再者 她的头发 那天我觉得是做得最好的 就是非常有蓬松感 非常有空气感 那这样一个小清新的造型 也让她的精神焕发 肠后刚刚复出时的孙丽 其实也有点小失误 不过时尚感觉很快回来 对于孙丽来说 一些小细节注意了 怎么穿都美 尽量地高腰 体现你的下半身的一个长度 另外就是禁忌 是不要穿过长的裙子 或者是过长的裤子 如果你的手臂 是有一点小坠肉的话 建议不要尝试 类似抹胸啊 或者是说吊带 或者是说旗肩的背心 这些都是不大可取的 前后三年 同一个品牌的活动 同样的小洋装 那些细节的变化 是否让你看到 孙丽在时尚之路上 越来越轻松地驾驭能力呢